在这段视频里,我们会概述行为残疾人的基本医疗保健使用权。 虽然马阿州和联邦法律定有明确准则,确保残疾人能够使用评价的医疗保健,因为细节过多,不能在今天的视频里一一讲述。 所以,我们在这里只提供有关行为残疾人应当能够使用的基本医疗服务的信息。 行为残疾人使用医疗保健的权利受到一些法规的影响。 这些法规包括马萨迪塞州的法律和联邦法律,例如患者保护于评价医疗法盒,医疗健康平权与隐蔽平权法。 在马萨迪塞州内精神病设施里住院接受治疗的人,享有州法规定的六大基本权利。 它们是基本权利之一,有权合理使用电话,以便于私下拨打或接听机密电话。 基本权利之二,有权发送和接受密封,没有拆开,未经审查的邮件。 有适量的书写用具和邮票供您使用。 以及在您要求下提供写信、写地址和投机邮件的协助。 基本权利之三,有权每天在合理的时间私下接待您自己选件的访客。 基本权利之四,有权享有人道的心理和实体环境。 每个人都可以享有一些变通措施,让他们在休息、睡觉、穿衣服、洗澡、上厕所、私人卫生以及阅读和书写方面拥有私隐和安全感。 基本权利之五,有权在任何合理的时间接受或是拒绝来自您的律师或法律维护人、医生、心理医生、神职人员或社工的探视或电话。 基本权利之六,在精神病设施住院接受治疗的人,有权合理地享用新鲜空气和户外环境。 在某些情况下,行为残疾人有权拒绝服药。 是州和您个人的情况,这项权利会有极大的不同。 如果有关您或许可以拒绝服药的特定情况的额外信息,您联络您州内的律师。 根据心理健康平权法的规定,您有以下权利。 该法要求保险计划提供对心理或物质使用失调的承保, 使这些福利和医疗以及外科的承保相当。 医疗保健公司不能对接受行为健康服务加以接受医疗服务时没有的限制。 对于心理健康或物质使用失调的免赔额、 自负额、最高自负额和治疗限制 不能比其他医疗保健的相应要求条件或福利来得严苛。 现在我们要谈一谈平价医疗法。 平价医疗法指明了心理健康和物质使用失调服务 是医疗保健公司必须提供的十大核心服务之一。 这包括行为健康治疗、辅导和心理治疗。 每个人对于有残疾的体验各自不同。 因此,变通措施是非常个人化的。 即使您和别人的残疾相同, 对他人需求有益的变通未必适合您。 我们最好的建议是由您自己告诉您的业者 什么最适合您。 单一健保检察官办公室想要确保的是 您知道您有哪些权利。 如果需要更多信息,请点按随附的视频 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onecareamboss.org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